嗨大家好我是Leslie 我们知道XMAND是一个非常老牌的 也是非常知名的 这样的一个世卫导图的自制工具 那之前在我的视频里面 我也给大家演示过 也出现过 这个是它的客户端 然后的话 这个是它的网页版XMAND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可以制作各种不同形式的 非常专业的 非常好看的这种世卫导图 比如说这个是鱼骨图 这些流程图对吧 还有这些组织架构图等等 非常的强大 可以帮助我们去更高效的去思考问题 提升我们思考的效率 也会让我们变得更加有条理 然后思考问题的时候 更加具有框架性的思维 那现在呢XMAND它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 叫做XMAND Copellate 这个Copellate它其实就是集成了 ChatGBT的功能 加入了很多人工智能的功能进去 比如说之前的话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思维导图要自己人工的去点 对吧去生成就比如说我们从图库中去创建 选一个摸板 然后去创建它 对吧 或者说自己从零到一直接去新建一个 新建不同风格的比如选商务 然后我们去一个一个的填根据我们的思考 或者说我们团队的讨论 那现在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面去输入一些指令 然后它可以自动的去帮我们生成思维导图 非常的快 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看一下啊 中文的也可以啊 用中文指令 如何成功的举办一场线下活动 然后我们点击generate 让它去生成一张思维导图啊 当然的话这个你需要先去注册一下啊 这个网址 你需要注册 因为邮箱 然后它立马就生成了这个思维导图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边的话它有这个大纲 对吧 这边呢 有你可以点击生成文章啊 比如说你点击 它正在生成 右边的话它可以生成文章 左边的话呢 它就是 它生成的这个思维导图 可以把它放大来看一下 缩小 如何成功的举办一场线下活动啊 确定活动的目标和主题 确定活动类型 然后策划活动对吧 和内容流程 然后场地和时间 选取合适的宣传方式 等等啊 收尾 你可以让它再 inspire me 比如说你inspire me 重新让它生成一个 对吧 你如果对这个结果不满意 可以重新生成一下 它正在重新生成 New topics have been added to your main map 对吧 看没有 这些又变了 对吧 那这里没有人权相关的活动内容 比如说你可以右键 然后点击expand 你可以让它自动生成 它下一级的这些内容 比如说确定主题 与参与人权相关的活动内容 那我这个步骤 可以再把它细分一下 对不对 它就自动生成了 三个 它下面的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点很多啊 然后点右键让它去expand 让它去拓展 在这下面再增加一些 可能之前它没有想到的一些点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这个不想要的话 你可以再先键一个New 你再可以问它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我想问它一个问题 是中国的制造业公司 海外营销货客的方式 和渠道运的那些 不要这个是主要能做万贸的朋友 所关心的 我点击一下 它正在loading啊 你需要稍微等一下 它正在生成 它正在生成 ok 容得取消了 ok 容得取消了 哪些架构啊 去思考一个问题 把它去拆解开来 对吧 所以帮助我们思考 然后右边的话 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markdown显示的这种内容 也可以直接点击 让它生成文章 ok 那这边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功能 可以下载 可以导出 可以打开本地的文件 好吧 ok 那今天内容就跟大家分享 这里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我们下车的文件